有兩個可能,第一個就是馬上就要爭取替身 因為林鄭早幾個月,人大政業開會本來有一個很強的跡象 她就應該下台,要是她下台不會叫她回鄉 是要升職,要是升職才顯得沒錯 當年董先生下台都是要升職的 升職就一定是人大正式委任你做政協開會 正式邀請她做政協 當時人大政協開會其實是一個重要時刻 推前一點,先換了中聯辦主任 接著換了港澳辦主任,兩個一起換了 你見到那個換了的過程,很明顯 你沒理由三頭馬車換了兩頭,那頭沒事 其實當時的跡象很明顯 但是因為武漢肺炎,這個疫苗問題 根本開不了會,從而是拖延了 現在如果你看疫情開始慢下來 雖然未知人大政協幾時開會 但是可能五月開到的了 都封關開到的時候 林鄭的問題可能出現了 可能有些人春光水暖鴨仙枝 就要做些事,出來補光爭取一下 相信沒什麼人知道 中共的心水是誰 暫時來說 因為也不需要這麼快讓你知道 他可以先叫下台 而政務司司長根據基本法 他是會處任,然後安排補選 終然是連半 我們一看,其實就解釋到近來 很多古怪的現象 你剛才說的邱騰華 邱騰華是其中一個被傳有可能的人 其實他的形狀不錯 他好像是年輕和有魄力 他的目標不錯 當然,近來他也說錯話 當然他說錯話,就是他的能力影差了 因為他說是港台訪問的記者 怎麼看我們都是新聞工作的一個慣性 當然要問問這個問題 記者當然要問問這個問題 不可以問的,一個兩制 一個兩制也是可以問的 你就讓他回答,只是回答那個尷尬 你是記者,我們做媒體 或者我是評論員 我從來都不可以想著 這些事情是誰的尷尬 國家尷尬,我就不做不說 那就不是自由 所以你怎麼說 你都不可以差到港台什麼 但他就有你無你出聲 然後其實他講不通 講道理,他講不通 這件事應該算了 但見到他就有些出位 你剛才說他出來走的時候 一時不覺意走到前面 我想他不是故意的 你一日未去,你都是失格的 可能有些心情彷彿 我們當是一個花邊就算了 我覺得不用太緊張 但我發覺有兩個人就敏感一點 首先我們最關心的是前特首 因為他都做過,其實他沒有錯 他做得不錯 在中共的標準來說 其實他控制到沒有這麼大的事情 四年前的佔領金和平收場 接著那兩年還順利完成了任期 其實當時他的連任機會好像很高 也不讓他做 其實在共產黨內部的倫理 好像虧欠了他 所以他經常有個心想出來是不奇怪的 最近突然高調 他一直都高調 但是我只能夠說 這位阿哥未免他爭取過程表現的手法 表現不到他有應有的高度 反而是降了級 他做特首的時候 反而是像一個領導人 說話是大文大路 關心一些是大事 現在就典型一個 阿伯開始玩Facebook的問題 就是網上的是非 或者是小學雞 他就很關心 時時出一些文章 我們都時時有話題 但各位說真的 我們要了解這些不是一些有高度的領導人的態度 你特首林鄭會不會跟你在Facebook吵架 然後登廣告 什麼東西 宣傳什麼 出花紅 這些就是像一個退休的 但又不是很甘願寂寞的人的做法 那些人問他 我想他還是有一點點意念 就是有一點點意念想做特首 當然你看到有些人訪問他 他在一些網上的節目訪問他 那些人是拆鞋的 這個我相信又是 他應該知道自己沒什麼機會 就是你在中共來說 如果讓你做 就算現在覺得當日做錯了 應該讓你做下去 他都不可能 正正是因為他做錯了 才不可能讓你回頭 因為這樣做就顯示他當日做錯了 就是叫你下台 叫了林鄭上去 原來這個決定是錯的 這個就是大問題 又不是沒有人可以選擇的 葉劉了 葉劉今年多少歲 現在六十多歲 幾十 今年8月24日 他就是七十大壽 七十大壽 擺大壽 葉劉素宜 他算是一個很榜樣 老人家來說 這位可以稱一下婆婆 這位婆婆相當健康 你見他 我都上了年紀 見到他這麼有活力 他仍然在爭取做下任特首 你記不記得兩年多前 他想跑馬仔入閘選 結果後來連台名也不夠 結果就飲運 見記者就哭 簡直又哭 覺得虧待他 不給他一個機會 當時人們是問他 你會不會下一次再選 其實只是開開玩笑 因為你下一次再選 就是兩年後 選到上任 就足足72歲 但我們現在看國際上很多七十多歲的人很健康 還在做 特朗普正在爭取連任 對手拜登都差落水 還爭取做到位 馬來西亞的九十多歲 我們其實不應該有年齡歧視 我也不想你們歧視我 老了 你無謂 你不懂得說話 跟不上時代 老了 可以很有新思維 可以有新見解 葉劉肯定是他想再做 所以他近來是有些出位的言論 他一向都出位 但近來是特別喜歡出位 他出位的意思 他用什麼方法 其實是講一些最尷尬的 大家都不想說 例如針對醫護 我不會覺得他是有道理 不會覺得他是有道理 因為他的智慧 不等於說這麼沒道理的話 為什麼呢 你說他 因為他說什麼呢 有些醫生可能實習 有些護士實習 未正式有牌照 他說參加罷工 醫管局就不發牌給他 發不發牌 這是專業決定 是不是 你做律師發不發牌給你 看你合不合格 實習期間合不合格 不是你的政治見解 也不是因為你罷工 因為罷工是人權的 很大件事 因為你罷工 而不給專業資格 你走到全世界 全世界都沒有先例 全世界都不可以這樣做 是極權國家才可以 純粹極權國家 那你香港政府是不是擺出極權國家 你一天不高興我就 炒你魷魚 現在公務員都沒有 因為有些紀律問題 他真的犯了法 但你不肯定是政見 就炒人魷魚 教師沒有 去打壓就這樣 但他炒他魷魚就不敢 因為你不可以因為政治見解 因為罷工 這些基本人權 你迫害他 如果你迫害他 你應該是迫害 這個其實大家 定點來 我覺得你想一想 就知道是多餘的 醫學界的代表陳佩賢 陳佩賢 陳佩賢 他不是疾他 你不要抽水 抽就火水 其實如果你說 就算不算 你不給他 他去JR 申請私法覆核 一定輸 就算不是 我不跟你申請私法覆核 做了工會 你就要在這些基本原則上 維護到 會員的權益 所以如果是這樣 就罷工 再逼政府 你不可以這樣做 這是必然會發生的 你在特區政府 難得這件事 解決了 有驚無險 疫情 你現在是否重複 是否重複 大家重複 變成正面作用 現在你說 所謂秋後轉帳 你不就是把這件事 取回出來 你留意 特區政府從來都沒有說過 沒有說過 我們會追究 曾經發動罷工 其實不是罷工 只是案章工作 他沒有說過 林鄭 但是 記者朋友經常都問他 可不可以承諾 不秋後轉帳 他們又要求公開承諾 他又不肯承諾 不肯承諾也對 因為你是違抗上司的命令的時候 吊著頭承諾給你沒事 就鼓勵你 下次又是 一有事又有 又衣血我 他要留回這個底線 但你說他是不是真的會追究秋後轉帳 我也想看看他是不是 但我覺得不需要擔心 絕對不需要擔心 但好了 我有這個智慧 唉 重複 你不需要擔心 四十年的葉劉淑儀 是不是 有什麼理由不知道 你無論作為一個政客 或者作為政府 一個當家的人 這些問題 你會不會無風起浪 不會的 為什麼他會搞這些東西 就是講這些東西 他說的是有個前提 他知道政府一定不會 你明白嗎 他是知道不會 他只是講一下 這件事講一下就算了 但他講一下的過程 是顯示他自己的能力 即是他敢說 敢做事的能力 如果我當家 我把他趕走 我辭退他 這是強勢領導的做法 你罷工嗎 我炒掉你 你知道當年新加坡罷工 李光耀警告他 六個小時後復工 那些機師 不是我全部解散 全部解僱 結果那些機師都懷疑 即是強勢領導是這樣的 沒理由被醫護 事情過了 在中共的領導人 或者在一些深藍來說 很欣賞這些強勢的人物 但現實是不行的 二樓知不知道現實是不行 在香港現實不行 但他為什麼說 顯示自己 我當家 我就不會讓醫護這樣 我第一天有這麼強勢 醫護根本就不會搞這種事 就不會無緣無故被人刮一巴掌 整個政府又被反對派掌 左一巴掌 退了才可以平息 他是想表現這件事 而這件事為何要這樣表現 是否為了立法會選舉連任 他都做了三屆還是四屆 他都七十歲了 議員很好做什麼 議員沒什麼意思 對他來說 當然是想再上一層樓 所以我猜 葉劉是下一任 現在已經在跑 甚至保孫 他可能都出來爭 我們如果這樣看他 就不用太緊張 他說醫護那件事 那件事是一個虛招 這件事是一個虛招 自在佩公 行裝武劍 自在佩公 不是自在武劍 這個時候覺得 二駱是跑到最前位的 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呢 第二個現象 是否覺得 他自己覺得 或者中央覺得 他有可能是最有可能性的一個人選 因為我們之前都看到 這樣就猜得太遠了 中央如果開始 現在是否叫林鄭樂台 都沒有更清楚的 如果有很多人出來跑 我們有很多東西看 現在怎樣解讀 這幾個人近來的行為 因為熱樓早派又去過 吉吉去過珠海見北大人 大家不知道見誰 有些人說見夏寶龍 就是中央 沒有什麼意思 時期都有這些事情 緊急行程要去 回來還隔離了15天 但他不知道見誰 可能告訴他 你有機會 可能我們遲些叫林鄭樂台 你剃了她的年紀 如果做得好 就做多五年 可能給了她一些信息 她自己才知道 我們事後就可以想回頭 現在沒什麼意思 不過你看到有些職場 我想大約就是這樣 我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在擦梁振英鞋 那個人 不是說擦鞋 就是怎樣 支持她的人就是曼米娟 曼米娟之前 說粗口罵林鄭月娥 那個是傳聞而已 沒有正式紀錄 我們知道她是不是真的說過粗口 全民全都好行 沒有什麼要說的 是 那這一部分就OK了 是 就是剛才那節就對了 OK 到朗證 到朗證 回來了 感谢观看